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集的《好味道》 很開心可以在這裡和大家分享煮食方法和心得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的是西芹炒雞柳 首先介紹一下材料 由西芹、雞扒、腰果、生粉、米酒、胡椒粉、鹽、生抽、蠔油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做法 將雞扒切成粗絲 再加入生抽、砂糖、粟粉和油 醃至少30分鐘 西芹去皮,然後切斷 將鍋燒熱,然後加入1茶匙油 再加入雞扒 將它煮至八成熟 然後就可以備用 再將幾片薑加到鍋裡 爆香後就可以加入西芹 炒大約5分鐘左右 再加入已經煮至八成熟的雞柳 之後就可以加入用來調味的蠔油、砂糖和鹽 再炒一炒 炒均勻後就可以加入生粉水收汁 最後加入腰果,炒半分鐘左右就可以上碟了 有什麼問題的話就記得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現在再講一下材料的份量 大家可以暫停屏幕 或者按下面的連結去我們的網站 這個QR Code都可以去到的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按一個Like 有什麼問題就記得在下面留言 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個訂閱鍵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我們下次見